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代表teach 就是有教学的意思的字根 对,那它可以是dac也可以是doc 对,那第一个我们用到的记忆救星就是这个博士这个字 doctor,对,那你就可以想象说 啊,所有教授一定规定都是要是博士 那教授他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教学嘛 好,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记了doctor 诶,博士这个前面doc就是跟教学有关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字根给记起来了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其他的 你看这个字它叫教条或是学说 那你看中文里面是不是前面有教 后面有这个学 所以是不是跟教学是息息相关的 那所以教条和学说就是要灌入你的脑袋里面的嘛 好,那底下这一边这个字的话这个比较少见 对,那可是像这种字的话 我是不是就是说我就记得说 诶,看到doc这跟教有关 所以这个字的话它是什么 温顺的,那容易教的 那就是说,啊,有点像是说 你很容易教他一些东西 他不会,他会很愿意去学 好,那右边这里的话 这个字其实跟左边这个doctrine 这个是有关联的,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个字,它比较长 我们先听一下它的发音好 inductinate 对,那inductinate 对,那所以这个in是往里面的意思 所以把教条学说往里面灌输 往你的脑袋里面灌输 那这就是什么?灌输或是教导 OK,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